是这个中国品牌的车去拼产品力了 这台车是No.1的枪 没法看了这节目充值了 肯定充值了 就一台10万块钱的小破车 个个都吹成这个样子 我就不信了 我还找不到它的缺点吗 我真的尽力了 这台车真的没有缺点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 吉利冰月作为一台A级SUV 但它的外观啊 或许比那些真刚跑还能胡人 你看看这台Battle顶配版 具备于普通版本的黑色运动车标 张扬的浅准 带S字样嚣张的运动尾翼 以及尾部扩散器 都无不透露着它不甘平凡的内心 红黑双色车身 配合悬浮车顶 阳气 凑近再仔细看看 你会发现车头 车尾 以及后视镜上 竟然都用上了大量的碳纤维 贴片 当然了 要说这台车上最值得玩味的 绝对是这后部四处真排气管 好 两正处试一下 我怀你非法改装搓量外观 非法改装 我怎么会非法改装啊 师傅 我这车刚买的 来 来 你看看这四根排气 这大文艺 这个红色卡铁 这像是一台小型还是会被盖有的东西吗 师傅 我真是买来就是这样的 不信 你看我心里赚 真是原厂车啊 现在的自主品牌不得了啊 可以的 可以的 那注意安全啊 好好好 谢谢师傅 有X啊 师傅 除了外观 冰月在内饰氛围的营造上也十分不错 不仅使用了拉丝金属装饰条来提升质感 还使用了大量软性的糖素材料来强化手感 并且无论是空调出风口 音响还是旋钮的造型上 吉利都花了点小心思 这台车的双条灯啊 是我见过最不突兀的 你看 它紧紧镶嵌在两个空调出风口中间 和空调出风口浑然一体 还有这个门把手 和这边的金属饰条正好形成了一个回旋状 你看 特别的没有违和感 冰月有很多女性车主 所以你看 两边都配备了带灯光的化妆镜 在储物空间上 这台冰月也十分到位 就拿放手机的地方来说 触手可及的地方就有三处 并且都带要防滑垫 甚至还专门设计了放卡片的地方 真的很贴心啊 门板和中央扶手都可以容纳四瓶水 冰月的整个仪表台 由一块7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和一块10.25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幕组成 这两块屏幕不仅清晰度都很高 显示功能也十分丰富 UI的设计也充满了意识感 并且这块中控屏幕还能实现4G上网 更换主题 下载你所需要的应用等智能手机 所具备的一切功能 冰月自带的语音控制 采用的是科大驯飞的系统 识别率还是不错的 你好冰月 听着呢 请帮我打开天窗 车身四周配备了四个广角摄像头 如果你恰好是一位不善于倒车和挪车的新手 那么冰月也能很好地帮助你克服这个难题 不仅如此 冰月还拥有自动驳车功能 可以实现真正的一键驳车 好 现在挂第一档 选择自动驳车 试一下自动驳车 选择水平驳入 然后开始搜索我的右边的车位 请刹车 他找到车位了 请保持住刹车 然后长按驳车开关 ok 请松开刹车 好的 开始驳入了 现在他已经开始自己挂倒挡 自己开始走了 不需要我手动操控 他和那个自动驳车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现在选择的是一键驳车 我根本就没有动 我刹车也没有动 方案盘也没有动 油门也没有踩 我只要选择我的手指一直 一直按住这个就行了 在前面车里我好近 好害怕 哇哇哇 现在看360度里面 我其实停的车位已经非常非常齐了 比一般的那些 那个新手司机要侧方停车停的都好 Ok 驳车完成 那既然作为一台SUV 充裕的空间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别看冰月车长只有4330毫米 不过1800毫米的车宽和1609毫米的车高 让冰月的车内空间并不狭小 后排三名成年男性勉强挤一挤也是可以的 诶 这个空间倒是真的挺不错的 诶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后排啊 没有出风口 诶 我得把它记下来 至于后备箱空间 则中规中矩 后排支持四六分割放倒 两侧也设计了置物网 哦呦呦 这个后排箱盖是真的挺高的 都可以当健身器材了 而且在这里它也不好关了 我得把这个缺点也记一下 说到动力啊 许多人吐槽冰月最多的地方就是这台1.5TD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作为排气管比气缸数还要多的汽车 冰月的动力表现究竟如何呢 诶 慢着 我们先来试试这个三缸发动机抖不抖啊 这不抖啊 你再挂上抵挡 也不抖啊 不行不行 把空调也打开 也不怎么抖啊 行了行了我要出发了 话说这个电子挡把可比领克的好用多了 无论是第一挡还是二挡 只需要推拉一次就够了 冰月的这台1.5TD发动机 最大马力177匹 峰值扭矩255牛米 从数据上来说就能猜到 它与领克和沃尔沃之间还是有一点血缘关系的 所以在动力表现方面确实不错 搭配七挡双离合变酸之后 这台冰月的百公里加速时间能达到7.9秒 这个成绩都和法拉玉差不多了 我发现在这个普通模式下面 连表底都只有120公里 这就是这个车的急速了吗 诶 这你就不懂了 这个液晶仪表盘会随着时速增加及时显示 比如当你的时速超过100之后 仪表盘上显示的时速也会顺势提升 切换至运动模式 油门响应更快 转向也更沉切 当然啦 对于这台车的驾驶性能 我觉得也不要包太大期望 毕竟啊 这还是一台偏向实用 加长的SUV 92号粗粮就能满足冰月的胃口 也是一大优势 以及这个360度影像 真的很实用 打转向灯的时候 它会自动调用一侧的摄像头来监测盲区 配合后视镜使用 可以做到真正的零死角 另外 前置摄像头在平时也可以作为行车记录仪来使用 又可以省下一笔开销啊 诶 这台车没有自动启停 怪不得有些车主反应说油耗有点高 这也是个缺点 赶紧把它记下来 诶 等等 没有自动启停 难道不是个优点吗 不管怎么说 先记了再说 冰月不仅能开得快 同时也能开得稳 开得安心 它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 带完整ALR级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SUV了 在15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内 冰月都可以做到智能跟走 跟停 跟转向 车道保持等等 花十万出头的价格 享受与沃尔沃相同的待遇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开这个车像打游戏一样 有好多的这种UI界面是很有趣的 连我后方来车的 它都会以模型的形式 出现在我前面的仪表盘上 我现在把手松开了 方向盘松开了 我现在眼前是一个右弯 你看现在仪表盘上 已经开始显示右弯的转向了 它可以一直在自己 沿着车道里面 非常紧密的贴合车道去行驶 速度也是它在控制 方向盘也是它在控制 现在它提醒我要紧握方向盘了 因为它不能让你超过二十几秒 一直保持在一个无人驾驶的状态 这不行 LR智能辅助系统 不仅减轻了长途驾驶的疲劳度 在城市路况面对突然出现在道路上的行人 或者驾驶员分神等等特殊情况的时候 它甚至还可以做到自动刹车 大幅度降低事故率 你不信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等等 这个人也太丑了吧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次测试后 我们发现无论对路上的车辆还是行人 冰月的识别率都比较高 当然我们也想再一次的呼吁大家 智能安全系统只能作为驾驶员的辅助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驾驶员依然是事故责任的第一人 行车切莫大意 行了行了别怪我不够努力啊 我真的是很尽力了 总共就找出来正点缺点 所以这台车马是真的不错 不过别急赶紧把价格告诉我 快点把我劝退吧 你听好了 这台顶配版BATTLE的售价是 11.88万元是顶配哦 只要11.88万元 还要啥自行车呀 抱歉各位 我收回我刚才所有的缺点 在这个价格面前 这些缺点算什么呀 这回我没法干了 告辞告辞 人无完人 车当然也没有绝对完美的 在亲身体验过后 至少在这个价位中 我真的会向大家推荐吉利冰月 看到我们如今自主品牌 已经进步得如此之快 越来越多的车主 在相同的价位上 宁愿放弃合资品牌 去选择自主品牌 我们也相信 这些自主品牌 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的骄傲 绝对 şekilde 在这身边 只要 只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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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只要 等等等等 等等 真的还没法说 我还只要就没事 就没事 你们别管机 诶 站住 我记得你 你就是那个看完视频不点关注的人 诶 还有没有素质了